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看一些自愈系的生活居家Vlog 或是沉浸式生活居家的Vlog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所有人的视频开头 No! 都是千篇一律的 都是一样 No! No! 我甚至怀疑这个世界大家起床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打算去打破这个千篇一律的视频开头方式 我今天会来跟大家分享三个视频开头的方式 我自己想到的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位导演还有一部电影 大家可以去参考这部导演的作品 你们就知道 怎样拍可以更唯美 怎样拍可以更好看 不要说再一样了 好吧 把核心技巧交给你们 OK我们不怕不说进到教程里面 Sup! Torlachow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电影还有导演 如果大家不想要去了解太多这个空镜头 或是这位导演或这位电影 大家可以直接跳到视频后面 视频后面的话就是我实际拍摄的一个案例展示 大家就可以去模仿 没有关系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讲 这位导演叫做小金安二郎 他是一位日本人 他曾经拍摄一部电影叫做东京物语 那这部电影里面运用了将近70多个空镜头 那这些空镜头不是说就只是一个空的镜头 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暗语和一些细节要去表达给观众 你没有去注意看这些空镜头 反而你会落实掉很多电影里面的信息 好那为什么小金安二郎他的空镜头会成名 首先他是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角度就是所谓的低角度 他会把演员尽可能都坐在地上 然后用很低角度的方式去拍 然后也有很多的空镜头 对然后他的空镜头的画面都非常的美 且暗语非常的多 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好看的空镜头 因为小金安二郎他觉得太多的镜头 去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点太煽情了 就是太多的情绪太多的信息 直接丢告给观众 如果像一些武打电影对吧 画面切得特别快 其实你根本没发现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只看到了画面给你看到的一些小信息而已 所以他更喜欢空镜头 因为他觉得空镜头有这种东方更含蓄的感觉 所以他非常喜欢运用空镜头去在电影里面这样 好那我也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空镜头 空镜头又名景物镜头 你很常在片场或是一些TBC之类的 你很常听到定场镜头 就好比说我今天要在家里拍摄一支居家Vlog 我得告诉我的观众我在家里 所以你会给大家一个家里的场景 对这个就叫做定场镜头 也就是所谓的空镜头 好那我们空镜头简单了解完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一个Vlog视频开头的实际示范 来我们先看第一段影片 好那我们看完第一段示范之后 我们来简单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镜头我用了空镜头 对就是我后面这个客厅的景 然后我们配一点话外音 就好比说是手机铃声响起 或者你的脚步声 对吧 因为我第二个镜头是一个牙刷杯 然后拿起牙刷刷牙 对 因为刷牙是早上起床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动作 对所以其实也可以表达说你起床了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手机闹铃响起或是拉窗帘 但是如果各位真的想要拉窗帘的话 来我们剪接着第二个示范 好第二个镜头看完了是不是非常简单 只是换一个角度也是拉窗帘的动作 但是不是说拍着背影 然后这样拉开窗帘 太cliché了 千万不要 我换了一个角度 朝地面拍摄去捕捉影子的一个动态 这样的画面还有质感是更唯美一点 更简约更简洁一点 这只是换一个角度而已 但是我当天拍摄其实情况不是那么好 就是外面是一个大阴天 对所以没有很强烈的影子 其实我更希望的场景是外面是大晴天 然后照射进来有那个窗边的影子 那种拍起来的话 效果就非常非常好了 对吧 好那我们紧接着第三个视频示范 这个就是第三个Vlog的开场方式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只用了一个镜头 甚至不需要一些其他的画面跳前 你就可以完成一个Vlog的开场 诶 老师 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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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OK 其词啊 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些空镜的运用 就不需要再去额外拍一些不必要的画面 去交代你的场景 第三个镜头是不是超简单 我只用了一个空镜配上画外音 其实拍摄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种 视频开头的方式也非常非常多种 也希望未来大家的居家Vlog 或是自愈感Vlog 千万不要再千篇一律的 只是手机响起 拉开窗帘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整一个视频内容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